欢迎再回来赛后点评站 我们经常都说 马圈最重要就是有豪马 但是一辈豪马 通常它的能力 可以在顶尖的赛事 独领风烧 大概是两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本地的马圈 也是这样子的 大概两年就一个循环 之前火箭人 后来最美好 然后是步步高升 最近发现有一个脱轨 好的马王级的马皮 开始老退下滑 像居先生那些 但是年轻的那些 好像还没有赶上来 所以就变成一个 亲王不戒的情况 好的不好 老的也不好 这样子就变成一个 混乱的赛事 但是幸好过了今天 就发现这个情况 不同了 这个年轻马皮能追上来了 但你也在短途 已经可以压倒那些 居先生 明治顾问这些马皮 而一个好人 在长途赛事 也把这个 财运 然后步步高升 打败了 所以看来下半年开始 这些年轻马皮可以在顶尖的赛事 可以主宰那些赛事的赛果 而赛马呢 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 就是意外 然后有些意外呢 你没办法可以避免的话呢 可能害到你输钱 但是呢 幸好有些意外呢 就赛后在重看的时候呢 就可以有退款 那所以呢 怎么情况下会 那个钱会退给你呢 我们先看 星期天有一场赛事呢 就是幸运庄这匹老马 先看这场赛事了 因为现在你看不到他 因为他一出杂 青色彩印那匹 为什么那么慢呢 我们就怀疑了 是不是老马的反应差呢 那结果呢 后来才知道出现一些问题 等一下我给你另外一个角度看 那这场赛事呢 幸运庄 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能力的 因为他在这场赛事呢 只是投50公斤 他也是在这个草地的中距离 1400公尺呢 赢过两次 所以尽管他在这场赛事 也是比较冷一点 但是不能排除 他在这场赛事 有一定的能力 但是因为他刚才出着那么慢 所以现在他只能守在马群的后面 大概是第10位左右的位置 守在内南位置 但是后来他冲上来 也不是输得太远 所以如果你把刚才那个出甲慢那个距离 放回去在最后那个距离 这匹马呢 就算不能赢 最少也有一个位置 现在在前面呢 就是这匹月光之宠 在这个第五级的赛事 其中一个说法呢 就是在前面领放的马匹呢 总是比那些后上马匹好的 所以月光之宠在前面一直领放 而另外一些体型小 额头中重的 像最我不急啊 甚至是这匹赢了两次 在第五级也是个很大的麻烦的 帝王出甲呢 都不能赶过这个月光之宠 结果还是给他赢出来 那问题在这里呢 这匹幸运桩还没有看到他的影子 但是往后呢 差不多过重点的时候呢 他已经追得接近马群的后面 等下我们看到他的那个马匹 后面有一条尾巴呢 就是他了 前面的月光之宠跟这匹就是最有不急 斗得差不多 到重点的时候 你看这个后面追上来 红色帽后边拿这匹 不是太远的 出了什么问题 第三排位那匹 青色有一条 哎呀没有拿开那个蒙头的布 所以呢结果这匹马呢 人家出甲的时候 他变成一个盲邪 没有办法看到 没有办法看到了 当然不会出来了 就是这样子呢 他就幸好裁判 最后重看这个影片 但我都觉得这匹马呢 出甲的时候根本不公平 你都不给我看那个闸门打开 我怎么反应呢 所以幸好呢就是退票 但是这个就是幸运了 但是有时候呢 刚刚出甲 刚刚拿起 但是事实上马品 有没有那么快可以反应呢 所以这个就是意外啊 所以赛马没有说报赢了 就是因为有意外的出现 不过呢 马会也是公平的 总之你不公平 钱就退回给你的 所以这场赛事刚才也看到了 排第三位那匹 一出甲的时候呢 那个青色的布 还是蒙着眼睛 然后呢 马甲门打开 人家走了 拉走 你已经慢了五六个马位呢 所以最后 他也不是输得太远 所以幸运桩下一场赛事呢 看来经过这场赛事之后呢 你了解虽然说是老 但是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战斗力 只要在公平的情况出闸的话呢 这匹马驼这样的轻啊 有条件可以走进来的 那另外一些意外就是在什么时候出现呢 刚才就是起步的时候出现意外 有些马甲呢就是在直层的时候才出意外 那个就严重了 那这个没有得退票的 这个就是输就输了 然后我们来看看 比如说这匹马呢 在最后直层出了什么意外 比如说他彩衣呢 就是青色彩衣了 就是巴拉多的彩衣 他现在很快呢 就是在前面呢 就是领出来了 这匹马呢 之前的演出呢 不算很差 上次呢 也是一个冷门的身份呢 跑的一个第三名 在这样的西马赛事呢 他很快走在前面 也符合我们说的 在前面领放的马品呢 通常的演出会比较好 也是比较有机会取得好的成绩 那跟着他第二的那些马品呢 就不是太强的 有不放弃 然后呢 就是到了明南 再来就是荣誉至上 然后才轮到这匹 头这个头马的 这个后面的 跟着上来的卡拉护换 卡拉护换呢 大概红色彩衣那匹 那现在前面青色彩衣那匹呢 就是我说的 比如说 这个镜头也不是太清楚 等一下我给你更清楚 那打边 文配力呢 是打这个 左手边的 一打 马匹就往外面走 再打 再外面走 我已经说很多次了 马匹为什么会你打的时候 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 他怕打 他不喜欢给你打 他要逃避到个边 但是马匹不懂 你下一边是哪里打下来的 你不是说 我一直打左边 我就往右边逃 你下一次就不会打左边 他不懂的 总之他喜欢闪去那边在那边 那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先看这个直层 他是怎么斜到外面去 本来他是投马的 但是就会斜出外面 你看 青色彩衣前面 现在栏杆旁边那匹 好好的位置了 只要一打 一打他就散了 就是为什么呢 他怕痛 他不要 你不要打我 你打呢 我就找地方走 但是文佩利呢 越打 他就越往外面走 但是文佩利 你越往外面走啊 我越打 就希望打这个方向 你就移去里面 结果不是这样的 后来呢 有一场赛事 再来的一场赛事 沈门诺就告诉你 应该怎么做 他同样也是 一边打下去 这匹就是沈门诺的 裙摆飘飘银马的 一打下去 往外散 沈门诺立刻不打 怎么做呢 缰绳 用缰绳来控制他 立刻拉他回去 不要再打 因为你打他又散了 不懂散那边 可以散出散外 都不好 所以正确的做法 就不像刚才文佩利这样子 你散我再打 你散我再打 结果的后果就是 你越打他就越散 今天就散去外面 另外一匹可能散在里面 总之不管你打那一遍 他都会散 因为他怕 他怕痛 怕痒 怕什么都好 总之你打他 他就散 但是沈门诺就告诉你 真正的做法就是 一打他散 将成一拉 拉回他正确的那个位置 然后这匹马才会往直走 所以比如说 如果下一次赛事 要你就不打他 要你打他的时候 你将成配合他 他就会赢出来 这匹马不是很差的 但是他怕打 然后讲完这些意外之后 星期天 最让人兴奋的事情 就是看到一匹 非常出色的马匹 而且这匹马真的是 好在哪里了 好在你要我快 我就快 你要我慢就慢 不跟你斗气 因为有些马匹 你要他慢的时候 哇 他都抢口 他都头摇来摇去 结果就输掉了 但是这匹一个好人 不但只是骑士 白布朗骑得很好 这匹马也是很配合骑士 看看一个好人 在那一场的那个 锦标赛的演出怎么样 一匹这样高速度的马匹 你看他排位 白色踩一排在外面的 一出杂之后 通常这些马匹前面的 那个400公尺 交出47秒48秒 一点都不困难的 但是因为这匹前领的马匹 白布朗觉得 如果我在前面快 可能我会赢 但是我会很辛苦 后上的马匹就有一个机会 我要怎么赢得更轻松 马匹不受伤 然后后面的马匹 零机会 然后我就要在这个布术来做功夫 这个布术做功夫呢 就是在这个顶级的赛事 我800公尺跑出50秒 那够慢了吧 刚才我们看很多的那些 800公尺的时间呢 48秒 47秒多 但是如果顶级的赛事跑50秒 然后这样子就代表 这场的长度赛事是慢布术 但是你慢布术腰马匹配合才可以啊 因为马匹在外面一冲出来之后 它不会停的 你一拉它的时候呢 它的口就张开 头就往天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墙口 一墙口呢 没有一匹好下场的 通常来说都是塑掉的 但是你看一个好人 那个头根本就很顺 就不会歧视 白布朗也没有拉它 只是那个降绳控制好好的 在这样慢布术情况底下 你看 步步高升已经追了接近了 因为它怕了 慢布术不能赢 但是慢布术通常第二位有利 但是第一位也是同样有利的 如果马匹有实力的话 现在白布朗这一匹一个好人的 就等这些马匹冲上来 像野鹅啊 步步高升 当你一鼓作气冲上来 接近这匹一个好人的时候呢 白布朗才一打边 拉开那个距离 通常你一鼓作气之后呢 第二口气了就没利的 所以那时候后上马匹是没有办法赶过它 这匹马呢 真的是非常的好的一个好人 那以后这匹马呢 我相信在这个长途的 千八也好 两千也好 都应该是在顶级来说呢 是非常有分量 那当然这一场赛事呢 其实白布朗骑得非常的出色了 也不能不称赞另外一位骑士 就是上次其他的麦道朗 那这匹马呢 很多人都怀疑 这匹马能不能可以在这个长途跑得出色呢 因为它在之前呢 都是在比较短的 最常去到千六公尺银马 但是在千八甚至以后去两千 这匹马是完全没有经验的 当然骑士可以把他的能力流放做得好 但是你够胆去报名的话呢 就是要在骑士骑完以后 告诉那马师 这匹马的能力可以去到哪里 麦道朗这位柳西兰的骑士 上次来骑完之后呢 就告诉纳迅 这匹马可以去到两千 结果纳迅就帮他报名 这一场的那个锦标赛 结果这场赛事 证明一个好人在本地呢 最少不是马王都是顶级的 好了 我们来看看星期天的裁判报告 明知顾问呢就是刘比雪 敏地呢也是刘比雪 那穿梭呢就是蛮怀疑 总结星期天的三匹马的状况 第一品呢就是幸运装 刚才也看到了 出的一些意外啊 结果幸好退款 那比如说呢 职呈是完全不受控制的 下一场赛事呢 要看怎么处理它了 然后一个好人呢 不速的控制呢 非常出色 白布朗可以激一功 好了 总结个星期天的三匹马之后呢 这个星期的赛货点评单又高于段落 下个星期呢 没有什么特别的赛事 但是我们也会找出另外的六匹马 跟各位研究一下 下个星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